天下之大了,无其不由啊 我们的智慧知识不够啊 不能说不是亲见的 就是假的,就不能相信 一定要亲见 你亲自见,你有多大的福分 有多大的缘分 那才能见到 没有这个福分缘分,见不到我 别人亲眼见的 亲身经历的 我们要相信啊 你问我有没有经历,有没有见过 我告诉你,我有 抗战期间,我见过狐狸精 真的 不是假的 这个狐狸精不是女的 是男的 我住在恒山 湖南恒山 我在那边住了半年 住在城外 城家后面是一个大户人家 但是已经没落了 他们的房子是砖 砖造的,粘层楼的房子 在那个时候是很富有的 四号院 三进四号院 后面是花园 那我在抗战期间呢 他们家里老父亲两个人 住那么大的房子 我们去住在家里 非常欢迎 人多热闹了 他的楼上 他在楼上 十几年 没有人敢上楼 楼上是狐狸住的 啊 狐狸在楼上 又是楼板了 啊 他们走路 九步的声音 前进入住 啊 人跟狐狐狸住在一起 向安无私 有时候狐狸也下来 下楼 在院子散步 啊 有人看到了 穿个 蓝布长褂 啊 男的 啊 很多人看见 我也看过 一两次 啊 但是 没有人看过他的面貌 前面看到的 后面看到的 没有人看到过真面 老人告诉我们 这个狐狸精修行的功夫还不够 他要真正完全变成人形 要修五百年 大概他的功夫还不够 人形了 面貌啊 模糊 啊 修满五百年呢 他的相貌跟人一样 就不容易看出来了 啊 啊 我们以后学佛 听到 不够障大使 读这个老狐狸精 我们心里就有弟子 能相信 啊 这是禅宗的一个公案 啊 错下一个字的专语 多五百事也呼声 就是这个老狐狸 啊 啊 他每天来听见 别人不认识 百丈大使认识 这个人不是人 啊 他常常来 啊 有一天他想 不让他自尽教 不让他自尽教 他过去深重 是个讲经受法的法师 受错一个字 搞成这么样的国 啊 非常后悔 求 百丈大使 读他 百丈大使告诉他 明天你来 我上堂讲经的时候 你把你的问题提出来 就是 从前有人问你 这个问题 你提出来我 啊 到第二天就来了 啊 像 百丈大使秦教 大修行人 还落不落因果 那就是过去有人问他 他说落因果 就是X 啊 不落因果 大修行人不落因果 错了 啊 百丈法师回答他 不没因果 你看就X 一个是不落 一个是不媚 啊 不落就是没有因果 啊 不媚是因果轻轻 你明了 你知道 是状什么事情 大修行人 不媚因果 啊 不是没有因果 这个老狐狸第二天 就往生了 啊 第二天 百丈大使 带着几个人 带着奔机 出头 到后山 啊 有个老狐狸啊 在那里往生 啊 去给他埋葬 啊 用出家人的礼节 埋葬他 啊 大家才晓得 天天天见这个老人 啊 不要胡子老人 是个老狐狸 啊 啊 这个也不是骗人的 啊 佛家没有妄语啊 不愧造谣生死 啊 真实的故事 啊 告诉后人 啊 大修行人 指的是谁啊 祝福如来 法神 菩萨 阿罗汉 这些人 硬化到这个世界 于没有成佛的这些众生 又碰头了 那有人呢 都遇到了 这事还有没有因果 有 清楚